在今年全國兩會上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 中國經濟增長目標 受到社會各界的熱議和分析 有學者認為 本次定定的目標 體現了中國對經濟發展的信心 全份是政府工作報告 當中有很多亮點 以及給予市場很多信心 而市場不僅是國內 包括國際投資者 包括兩個特區 這個肯定的 比較在IMF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最新一份經濟展望 全球只不過是2.7% 整體來說 內地的GDP增長 今年目標是5% 遠高於2.7% 全球經濟增長的展望 我們國家在經濟 在外國環境下 比較不明朗 在外國環境 無論是通脹 或者是美國的貨幣政策 加息的日出效應的負面影響下 都是有信心堅持到 在5%是經濟增長的目標 其實看到我們的自信在這裡 澳門管理學院院長 上堂的中佑說 讓內地居民收入穩定 擴大內需 將會刺激澳門綜合 旅遊產業 整體恢復在經濟復甦的部分下 再加上不同的舉措 以及經濟發展的部署 亦對今年的總體 澳門經濟發展 肯定會有正面的信心 因為大家都瞭解到 澳門我們目前的特區 經濟發展 有幾大的方向 包括在特首 下先報告今年提到 是1加4 而1是綜合旅遊 而綜合旅遊 也是澳門未來發展的 重心之一 因為看到 如果我們在內地 經濟發展是有信心 以及人民的收入水平 能夠穩定擴大內需 肯定會對澳門綜合旅遊 即是一 是一個正面 和一個刺激有信心的狀態 整份的政府工作報告 國家對今年的經濟復甦的部分 經濟增長的目標 再加上對澳門的認可和期許 我們看到整份政府工作報告 對國家和特區 都是正面的信心 必須尬 教育 作詞 選擇